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Googie Maxwell在North San Jose的Branch Manager Amy Hong Amy你好 Hi 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我们都知道在2021年的房地产的市场是非常的火热 我们今天请到你来 就是要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科普一下 看看从Googie Maxwell这么有辉煌业绩的公司 那您亲身体验到的房地产的市场 尤其现在进入了第四个quarter 可以说看看未来 也看一下整年的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的傲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大家从年初开始就听说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热 那现在已经到了2021年的10月 但我仍然没有看到房地产冷却的现象 市场上的买家非常非常的多 而这个房子呢非常非常的少 我自己的买家每星期都会问我 Amy就那几套房子 这个ZIP Code就那几套房子怎么办 那我说这的确就是一个市场的现象 那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基本上是供于求来决定的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么大的 也就是这么少的inventory 这么多的buyer情况下 一个房子受到20个30个offer 真的一点都不稀奇 这个在年初还有年中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也有听到说现在的offer multiple的现象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可是听您说并不尽然 还是这么多offer 还是这么多offer 那我觉得7月8月有一点slow down 但是9月和10月 我的感觉是更加的疯狂了 那我就给观众大概举一个例子 我上周和上上周都有下 Santa Clara City的两个房子 这两个房子condition都非常像 6000尺的lot moving condition 是那这两个房子的开价是168万8千 开价其实已经也蛮高了 对 对那最后这两个房子都收了20个offer 都是二十几个offer 那第一个房子的成交价是在2.2米左右 168万的listing price 对然后第二个房子 涨了五六十万 对加了五六十万 第二个房子成交价是在2.18 也是接近220万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夸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告诉观众朋友 这一类的房子 同小区同类型的房子 在上个月是196万 200万的价格 那也就是说就一个月的时间 我的客人其实 get very frustrated 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就从196万 200万 突然就到了218万 220万 那这么多人都抢不到房子 如果在那一区 同样一个校区又出来房子 那这个listing agent 要base什么price 来做listing price呢 他most likely 他仍然会 可能会使用 这个168万8千的这个price 对来attract traffic 但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市场上有这么多的buyer 因为每一次房子上来 你说20个offer 只有其中一个offer会拿到 那剩下的19个人 仍然在这个市场上 还在抢 而且他们会 可能会getter 这从心态上 emotionally get more and more crazy 对 那具体有哪几个区域 是特别火热的 那我说的话 我觉得今年 真的市场上 我觉得都是火热的 Santa Clara County San Mateo County 还有我们的东湾 都非常的火热 那这个事情 我上次有radio的节目 我也讲过 这个是从疫情以来 发生了一个变化 在疫情之前呢 大家就觉得离公司近一点 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公司 我在家里打理这些落车 我也挺花时间的 所以一般的这种 engineer他们会觉得 我买一个离公司近的townhouse 或者condo就可以了 节省traffic的时间 对 自从疫情以后 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 totally 并且有的人马上付出行动 他说距离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commute也不再bubble我 我要新鲜的空气 我要大的面积 我要在家里上班 谁知道到猴年马月 对吧 对 而且他们对bedroom的数量 都会要求比较多 越来越多 对 原来可能觉得 Amy三个bedroom ok 现在会要四个bedroom 并且现在又有SB9 SB10的事情的发生 说不定他们还想说 要地大一点 以后在房子里面盖几栋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的 Saint-Matteo Saint-Claure County 的single family 仍然像以前一样 very popular 但是今年很有趣的是 我们的东湾 他的房子 比如说Saint-Armonde Plazant 还有 Tray City 对 还有Dublin 是啊 他们的房子比较新 社区比较新 有些又有非常好的学区 是 所以他们的房价 长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是今年疫情的 算是一个疫军突起的 一个社区 可见得 这个开车的这一段时间 塞车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他们真的就到那个地方买 价钱稍微便宜 但是现在还是 跟这个地方比起来 还是便宜嘛 对吧 对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300万 现在南湾 比如说特别好的学区 95129 你并没有买到一个特别好的房子 但是你去Denville 或者Plazant 你几乎买到的是一个豪宅 3000尺的大房子 带游泳池 社区非常兴 学区非常好 学区也非常好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 所以你占了满分了吗 对对对 OK 所以300万是一个 入门价格了 OK好 我必须要习惯 OK 但是现在利息 稍稍有一点攀升 并不能够阻碍 买方购物的欲望 是吧 并没有 事实上反而买家变得更积极 因为联储说他说有可能要taper rate by the the end of this year 他说possibly this year or could be middle year next 2022 那我还希望那样子 对 然后买家就说 哎呦我这赶紧得用上这个低利率 是不是 现在我今天看到是 7年2.125的利率 所以就买家很积极 我也要赶紧用上这个利率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说 当低利率的情况下 他们qualified的额度也高 所以这个绝对是占优势的对他们来讲 这样听你说 Amy现在的利息虽然比最低的时候稍有上涨 可是在历史的平均角度来说 还是在低点 对 它其实算是低的状态 其实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 大家涌进市场都是在利率真的要上去的时候 大家才真正的着急 好 那既然房地产这么火热 那但是外面的这个房地产公司也很多 贵公司的Agent各个都是金兵强将 那么你认为 卖方和买方来找到Google Max Real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我觉得优势特别多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Max Real真的又是辉煌了一年 那从买家上买家来讲 买家最主要其实房源 我刚才讲了 我说这个inventory extremely low 那对于买家来说 找我们Max Real代理房产 那它就会有很多off market pre-market房源 它可以节足先登 因为我们Max Real在南湾东湾半岛有10个branch 我们有600多个Agent 每个Agent都会把pre-market off-market房源post在群里 所以你如果找我们的Agent来代理的话 你最先就能知道这些房源 所以你们的资料在内部都是公开的 是 OK 比如说像找Rebecca 或者是找Amy 你们得到的资料都是一样的 你们并不是说按照Agent就pocket listing 是我们都会互相share 像Rebecca在95129经常会有coming soon的listing 我一出去就是看到Rebecca的名字 对它都会share给我们大家说 大家快要赶紧去看是不是 对所以买家找我们来买房的话 在房源上是具有绝对优势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房源 对另外一点就是说买家都很清楚 我们Max Real跟Googain是一体的对吧 那Googain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贷款平台 能够给买家做贷款之争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买房的时候listing agent都要看这个房子能不能 这个Long是否solid能不能快速close 如果他看到Googain的pre-proof letter 他其实都会很放心 好是真枪实弹的 对 OK 谢谢你 还有其他很多优势 请直接致电Amy 可以 还有包括我们的电话408-720-6800 好的 非常感谢Amy 希望下次在空中继续见到您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 拜拜 by bwd6